才八两九 没问题 太小事了 这么多人 让咱们继续开会 今年 今年咱们单位 效益特别好 我呢 代表咱们这些领导 给大家 拜个点 成年吉祥 我是一个老板 老板也有钱老板 我是一个朋友请客 喝酒了 喝着脑袋有点蒙圈了 我这会儿开车回家了 反正警察呀 也下班了 咋接什么呀 你这是干嘛 你呀 喝了酒了对不对 对 喝着还挺多 然后现在要拿钥匙 开车回家 对不对 真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碰到我了 这车你不能开 你不让我开 明白了 你是警察叔叔 姓李 不是 姓李 楼梨就得这么敬礼 对吧 几千百年了 我呀不是警察 我是代价 代价 代价是什么东西 这么跟你说吧 雅硕 今早那日子你出业 我们几个小伙伴呢 约好了 约好了 然后呢看到马路上 有谁需要 喝了酒的 我们那个免费代价 送他回家 我们有口号的呀 东方代价 送您回家 你送我回家 我送你回家 你送我回家 不想 为什么 我肯定不愿意呀 为什么呢 你想想 你开我的车 对 你说你是代价 我送代价 完了你给我送个家 你跟我要钱 我不会给你 大过节的 我凭什么给人家红包呢 老板挺大 还挺残疑 我说了 免费代价 不要钱 你不要钱 大过节的 我让你吃饱撑吧 我 你不在家 跟那个 你老婆闷点面 行行行行 这跟我老婆没有关系 也说我不能够 我这三个字提了 都要用钱解决的 就像喝酒一样的 喝的不是酒量 不是面子 喝的是感情 今天感情好 我碰上您了 感情让我免费送你回家 大家说对吧 对 我说你五次 你还说不得 刚才你来 你还说什么 你们有口号 对 口号 什么口号 东方代价 送你回家 你们骗钱还有口号 我们 还在口号 我们不骗钱 我们是真的免费送你回家 让你和家人过一个团圆的年 大家说好不好 那好了 那我就跟你走 跟我走吧 但是我有一条件 什么条件 我让人这么多朋友 你做这么多好事 我又不老人的 我必须说两句心里话 对不对 别说了太晚了 咱们回去吧 我说是说不出来了 我给大家唱好啊 还要唱啊 我也谢谢你啊 哎呦 谢谢你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太客气了 谢谢你给我做代价 哎 你就是我亲爸爸 哎呀 大家过年好啊 哎呦 哎呦 我给你们拜年了啊 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啊 我跟你们讲啊 过年真好 一家老小 看着电视 煮着水饺 喝着小酒 放着鞭炮 对了 各位喝酒了没有啊 哎呀 喝了 可定没有我的好 我的什么酒啊 当年的宫廷御业酒 一百八一倍 我今天真的不敢把家还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情说出来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不今天白天嘛 我陪我太太去买年货 突然间从马路对面 穿出一条流浪狗 哎呦 把我老婆吓坏了 她怕狗的 一下子跑到了我身后 抓住我的肩膀就问我 哎呦 老公啊 以后我一个人出门 再遇到狗干 怎么办呢 你看看多温柔 怎么办呢 哎呦 好忙啊 怎么办呢 我当时就安慰她 老婆老婆不要怕 来来来你过来 然后我抓住她的双手 深情地对她讲 老婆 狗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怕我 还怕狗吗 一句话 我老婆当时腰杆就挺起来了 紧接着我就教导她 记住 再遇到狗出来 你要勇敢地和她搏斗 大不了是三种结果 第一 你赢了 你比狗厉害 第二 你输了 你不如狗 第三个结果最好 你们俩打平了 哎呀 你和狗一样啊 然后再抓住我的 不要领 当就是一脚 我就上个前骨 咕噜咕噜咕噜 我滚出了家门 现在我就成了流浪狗了吧 但是我对人就最点好 抗压能力极强 经常会安慰自己 最好的办法就是喝酒 身心老虎狗 我什么都不怕 而且我这个人的本事 就是喝酒之后找刺激 最好的刺激 就是喝酒之后飙车 我现在就飙个车 我给你们看看 哎 停 停 停 谁在喊停 我的腰扭了 哎 这不是拱汉林吗 你怎么能一边喝酒 一边开车呢 哎 什么拱汉林啊 拱汉林谁啊 拱汉林什么东西啊 哎呀 再说了 我老婆都没有管我喝酒飙车 你凭什么干涉我 你这样酒后驾车 一旦出了什么事啊 一 伤害了自己和家人 二 伤害了对方的生命和家人 这是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呀 哎 哎呀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我老婆 哇啦哇啦跟我讲这么多 哎 我经常喝完酒飙车 什么事情都没有的 我不跟你啰嗦 我要开车回家 停 停 停 干什么要停 为了你的安全 为了你家人的幸福 为了大伙都能过个平安年 干什么 我亲自开车送你回家 哦 千万不要啊 我求求你了 怎么了 如果你亲自开车送我回家 我老婆看到这一幕 结果啊 他一定认为你是我的小三 然后把咱们俩一块送到了西天啊 我就是代驾员 今天大年初一 我的任务呢 就是免费 把喝了酒的司机呀 安全送回家 什么 免费 现在喝这样好的事情 免费 哎呦 对啊 不要骗我了 我现在晓得了 晓得什么 你一定是我老婆派来的卧底 卧底 小爸爸肯定是 一定是我老婆派他来 阿姨 这个美人计的形式考验我 看看对他重不重 老婆 我现在就向你保证 老婆老婆 你听清 我是你的好老公 甚至不怕火来烈 我就是那个孙悟空 从来坐怀都不乱 我要三打白骨精 看来您真是喝多了 不要碰我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别碰我 别碰我 我就是酒后代驾 送您回家 这还不行吗 你真是免费送我回家 对 赶紧赶紧把车钥匙拿出来 好 我姑且相信你 那行那行 但是我就是把车拿出来 你也不可能开着车送我回家 怎么不能呢 我开车 你坐副驾驶 就完了吗 我那个车 它没有副驾驶 没有副驾驶 那你坐后排 我那个车也没有后排 那看来你这车 还真是什么专业的跑车呀 难怪你刚才说要飙车呢 对 我不敢讲专业 但是我这个车很独特 很独特 大家想着 我这个车真的独特 不信我开出来 你们就会乐 瞧瞧瞧瞧瞧 咱这场大线 是 怎么个独特法呀 这就是你的车呀 嗨 哪怕是独轮 今天你也不能骑了 怎么样 也必须由我呀 送你回家 这你要送我回家 对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会过电的 你看现在就抖了 真是的 男女瘦瘦不轻 你搞不懂吗 这德行 来 走 干什么 这什么 猴脸耍猴打 点点点点 停 停 停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通过表演这段小品 我深深地有一个体会 你们看看 大年初一 不休自己的年假 奉献爱心 来做代价 就从这一点 我想代表那些 喝过酒的司机们 第一 酒后不要开车 第二 要尊重这些代价 我要深深地聚功 表达我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我最崇高的 好 好